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扣半數西方石油股份 美聯儲官員說 加息壓制高通脹的部分未減緩 北京政府在8月22日 以外下調了主要貸款利率 這是當局為了挽救經濟的緊急操作 在上週 北京的以外降息被行業解讀為經濟嚴重衰退的信號 22日 中共央行將五年期貸款最優惠利率 從4.45%下調15個基點至4.30% 並將一年期貸款最優惠利率下調5個基點至3.65% 而在上週 央行將部分金融機構的一年期 中期借貸便利貸款利率下調10個基點 並將7日也回購利率下調10個基點至2% 大陸房地產業內認為 房替利率下降可能有利於提振購房需求 不過也可能加劇提前還替潮 樓市穩定需求從供給和需求兩端共同法力 包括降低首付比例、保交房等 提升購房者信心 更值得注意的是 中國各地房價已經開始全面下跌 CNBC認為雖然央行的操作可能會在短期內提供緩解 但不太可能導致房地產市場出現轉機 報導引用分析師言論表示 中國經濟需要重振消費市場 中國人如果不會增加消費 新的貨幣寬鬆措施是徒勞無功的 投資集團警訊的亞太區全球市場策略師David Chell表示 這個反映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問題已經惡化 但央行的補救不足以增加市場的流動性 ACY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貝奈特認為 中國經濟的放緩顯得不可避免 原因是動態清零造成的壓力 造成了經濟市場的重置 上週多家機構下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 高成將其2022年的中國增長 預測從3.3%下調至3.0% 而野村將全年增長預測從3.3%下調至2.8% 剛剛經歷了清零防疫打擊的外企 目前又遇到電力不足的干預 導致生產難以進行 《華爾街日報》指出 特斯拉公司要求上海市政府告知四川政府 保證零部件商供電是必要的 這樣才能夠維持工廠的正常生產 在5月份前後 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廠遭到長達數州的停產打擊 消息人士表示 企業擔心如果零部件因為拉閘限電的問題受到影響 汽車生產會難以維繫 特斯拉的上海工廠目前仍然在正常運作 但在近日以來 北京、四川等多地都在持續高溫的情況下 出現了拉閘限電的情況造成嚴重民生危機 特斯拉在四川有16家零部件供應商 因為該省出現嚴重電力短缺 這些供應商無法實現滿負荷生產 《華爾街日報》證實 上海市政府向四川政府自信 表達了特斯拉公司的擔憂 上海經信委證實這封信熟實 但不願進行任何評論 根據《財新網》的報導 四川地區的限電導致中國兩大動力電池製造商 令德時代和比亞迪的生產場地受到衝擊 面臨大規模停電 四川企業人士確認 受電力不足等問題影響 而賓和瑞寧等電池和材料生產地工業基地停電現場至8月25日 行業資深人士認為 穿越地區限電時間增加已經影響到新能源車的製造 在遭到美國制裁的情況下 中共在很多高科技環節被卡頸 當局認為 通過海外收購獲取技術無疑是捷徑 但目前海外審批越來越嚴苛 近期英國政府第二次對中港企業收購予以否決 這反映出中共當局利用各種方式變相收購 迴避國資色彩的手法失敗了 本台特約評論員賀偉說 在上週 上海合建工業軟件集團有限公司 以香港公司的名義去收購英國軟件公司默充 上海的公司無法直接發起收購 因為它股東裡面有大基金等國資 公司稱其主動向英國政府提交了申請材料 但背後仍可能是大基金在主導 2015年 中共為了向集成電路企業提供設備融資 專門成了一家叫做深陰租任的公司 這家企業就曾與其投資的一家上海芯片企業 試圖去日本收購集成電路領域的公司 只是至今未曾造成 近隱蔽的例子是 中國一家生物疫苗的投資人 看到實驗室設備是中國的瓶頸 如果外國停止對中國出口實驗試劑與設備 中國連實驗都搞不成 於是 這家基金收購了新加坡最大的實驗室設備供應 要求新加坡公司在中國擴大產能 何偉指出 中共喜歡用巧妙的偽裝轉幾個彎 讓人難以識別背後的真面目 這樣令人不得不防 現在 海外企業審批外資收購案 不僅要看公司 還要看公司背後的股東 以及這些股東與中資企業的關係 他表示 中共將高科技應用在監控、軍事等方面 無論對中國社會還是對世界都是致命威脅 正是因為看清這一點 所以全世界才要圍堵中共 不能讓它得懲 中共對非洲的債務被認為是政府揮霍老百姓資本的寫照 日前 北京宣布免除非洲17國的23筆模式貸款債務 引發中國民眾的憤慨 分析指出 這一筆源自一帶一路的計劃 很大程度上源自於北京的政治操作 大陸民眾陳先生表示 中共大灑錢令國民經濟雪上加霜 他對新唐人說 23筆貸款本來就是模式貸款 現在全部免除 而一帶一路的工程中 很多又都爛尾 這樣搞下去 疊加國內經濟損失太大了 旅美經濟學家王大衛說 免除債務是為了拉攏非洲國家 他對新唐人說 中共本來借貸的時候 它設計好有一種債務叫做政治債務 它有政治需求的時候可以免除的 現在比如最近的台海的危機 國際關係比較緊張的時候 它需要一定非洲國家的站隊支持的時候 它就會有這種行為了 下一步就是它要穩定那十幾個國家 與歐美爭奪在西非的話語權 玉倫巴菲特的帕克希爾哈薩偉公司 獲得監管部門批准 購買石油巨頭西方石油公司 高達50%的股份 消息傳出後 西方石油股價上漲10% 在22日回套了4%的漲幅 這樣令其2022年的漲幅推高至140%以上 7月11日 帕克希爾哈薩偉向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交申請 要求購買更多的石油公司普通股 該集團認為 最多50%的股份不會損害競爭或削弱監管權力 而委員會認為 巴菲特的投資符合公共利益 帕克希爾哈薩偉集團今年已大幅增加西方石油股份 目前擁有1,885億股 相當於20.2%的股份 在今年3月份俄乎戰爭爆發後 巴菲特已經增持了16%的西方能源股票 接下來 巴菲特可能還會增加數十億美元的利潤 美國理事務聯儲銀行總裁巴爾金表示 美聯儲承諾將盡一切努力 使通脹率回到2%的目標 他認為 仍然有可能在不導致經濟活動大幅下降的情況下 實現該目標 但承認存在著出現衰退的風險 多位美聯儲官員近日一致同意 必須繼續調高貸款成本 來壓制處於40年高位的通脹 不過 他們對升息速度與幅度仍已見分歧 其中 聖路易斯聯儲銀行總裁布拉德稱 支持美聯儲9月再加息75個基點 而三藩市聯儲銀行總裁戴利就認為 加息50個基點或75基點均屬合理 巴爾金在馬里蘭州舉辦的一場活動中指出 9月加息的幅度應借降8月份的經濟數據 比如美國經濟的增長幅度 以及通脹是否開始回落等等 巴爾金強調 控制高通脹將決定未來美國經濟成長的潛力 如果通脹未能受控的話 美國經濟的增長也僅僅是假象異議 美國銀行分析師約薩克認為 美聯儲官員普遍強調 應對高通脹較保持經濟增長更重要 加息趨勢未改變 相反 歐洲央行擔心經濟衰退 明年可能停止加息 利率期貨數據顯示 交易商預料美聯儲9月加息50基點的可能性為55% 加息75基點的可能性為45% 市場揣測美聯儲持續大幅加息政策 這樣導致美元匯率在上週升至五週新高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 多謝收聽